作词曲 李宗盛 剖开了柴米油烟 就像火飘热书香 人生还得有口气 大温马步无人地 翻译熟诗不着茶 诗那酒温不漏气 若能长保护的心 我也出强卷一生 作曲 李宗盛 人生多知为作呀那呀那口气 对面太过想呀伤呀伤身体 开门不过就那几件事 没有什么可以太在意 好开了柴米油烟 就像火飘热书香 人生还得有口气 大温马步无人地 翻译熟诗不着茶 诗那酒温不漏气 若能长保护的心 作语出强卷一生 终于回瞎 主持人 他真是在压榨你 在利用你 你千万不能答应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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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 珠水兄 怎么样 你想好没有 是不是要跟我合作 这 我看你好像还在犹豫 医生 在 使劲了 是 不 不要 你快放下 我答应你 你不能放下 说什么 我答应你 你答应我了 珠水兄 你可真是爽快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医生 放下来 是 医生 赶快伺候两位贵客回府 很好 注意了 等一下全听我的号令 没有接过指示不得轻举妄动 是 是 总教头 这么晚了我们去月宾楼干什么 去与救人 难道去吃宵夜 这是给你们磨练的机会 别忘了老爷的嘱咐 你们要以我为马首示战 是 很好 出发 走 宝处和他妈搞什么鬼 跟去看看 走 走 你们分头去找人 走 快 快 快 走 快 快 有资格 快 有资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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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套徒 怎么办 你去找两空 什么人 和尚 走 快走 王叔 你娘呢 我娘 没事 她挺得住 对了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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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空和尚 走 总之道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快走 快 娘 怎么样 我把和尚给救出来了 好 两个师父 没事 没事的 一点小伤没关系的 走 先回报复再说 快走吧 好 走 加油 保厨 你们三宁半夜的到哪去了 不是做贼势了吧 加油 爹 娘 阿弥陀佛 加油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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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的 没事 没事 擦擦吧 好了 我本来没事的 被你们这一折腾 都快把我给折腾死了 没事 快回去休息吧 大娘 好好休息 好 加油 再见 你照顾她 你照顾她 娘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很好的 你说真的很奇怪 加油她爹居然是辽库那个突驴 你可别乱叫人家突驴 她将来可是你老丈人 帮叔 过去你老对人家不客气 现在快去外头跟人家道个歉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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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没事 没事 快去 你早点休息 快去 好好好 好 快去 快去 我去了 去去去 娘 你好好歇着 宝珠 你怎么出来了 没事吧 大娘还好吧 我娘她没事了 她还把我臭骂了一顿 骂你 为什么 她说我对我未来的老丈人不尊重了 你不说什么 爹 你看 宝珠 事到如今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告诉你 好 我知道 你不用说了 你一定是对我不满意 是不是 你放心 我郑宝珠从今往后一定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郑宪珍 我是说 你肯定是嫌我不会做菜 对不对 你放心 我们家的家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从今以后我一定会继承我爹的一只把做菜 我说的就是家事和我的事 等等 什么家事 我怎么不知道 我怎么不知道 加油 加油 什么 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 只不过怕你笑话我 笑话什么 说呀 我跟我爹相差的太远 所以我真是不配做他的儿子 没想到你 没想到你有羞耻之心 其实你爹早就知道我爹是谁了 是吧 所以我就不必再瞒着你了 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一门五玉厨祖孙三榜眼 大名鼎鼎的名厨世家 什么 我爹其实就是前任银刀玉厨正百位 原来你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告蜜者的儿子 你说什么你 别这样 你听我说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不是 你刚才说什么 就是 就是你爹 告我爹娘的命 害得我们一家流离石所骨肉分离 就是你爹 我爹 害你爹 害你娘 我爹什么时候害你了 你是谁 算了 我爹就是压在你爹头上的那把金刀玉厨沉珠水 沉珠水 沉珠水 你加油 你真的就是陈珠水 郑贤 我和你父亲情同手足 多年来他对我多有关照 你再说一遍 你就是陈珠水 是 但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你再说一遍 我是陈珠水 你再说一遍 放出 你真是陈珠水 我杀死你 我杀死你 陈珠水 我杀死你 陈珠水 我杀死你 陈珠水 加油 陈珠水 我让你去陈珠水 快 快 陈珠水 我杀死你 陈珠水 快 爹 快 你快走 他练过武功 快 快走 快 Darth走 合命 王大奴 你不知道 你给我出来了 出来了 怎么回事 陈珠水 ах 出来 小伙格良 佛门乃清静之地 不得无力 是 相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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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们禁定不可造次 就凭你们 马蹄花 陈珠水 你别跑 陈珠水 你还跑 大嫂 我一直常对你说 但我说不出 你不必说 一命还一命 拿命来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狼光头 没你的事 不要你管 老大 不管 你不是说不管吗 你快走开 施主 请回吧 够人 多米多佛 陈佳遥 陈佳遥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陈佳 你把我脑袋打成这样 你还有理了 你活该 谁让你想杀我爹 你爹就该杀 你说什么 你放屁 我放屁 我告诉你 连顺天府都承认是你爹杀了我爹 你还杀你来 我管 我不管 别人怎么说 反正我爹绝不会杀人 我告诉你 你爹的金刀就砍在我爹的脑门上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你还像你了 你亲眼看见了 你看见了 我当然是亲眼看见了 我看见了 你看见你傻子笨蛋 你是他的帮凶 他就帮凶了 搞什么 大齐你早的 风展 风展 你没看见 他到我房间找拔分 我 宝珠 不是 你对他试试试他了吧 他别别 我爹怎么了 我 算了 也不跟你试 我不跟你说了 这是怎么了 他也会哭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的 加油 你们是怎么回事 我 你们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对 还把我们家小姐气都从房上摔下去了 结果你们今天却吵得不可开交 那我们家小姐不是白说了吗 风展 那件事情是我对不起你 你怎么这么说呢 其实我也已经想通了 感情的事 感情的事 就是男女间的情爱 闭嘴 动什么 这个男女之间的情爱是不能勉强的 不 不奉展 其实 我根本就看错了人 他也看错了我 其实 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死对头 怎么会这样呢 家瑶的爹竟杀了宝厨的爹 而宝厨的爹竟是陷害家瑶爹娘的告密者 我天下就是有这么巧的事 这样的两个人差一点爱得死去活来的 现在呢 一转眼就杀得死去活来的了 最终 不许你幸灾乐祸 我这是帮你幸灾乐祸 帮我 帮我什么呢 你想想看 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一辈子都不能在一起了吧 那你喜欢的正宝厨不就成了你的囊中之物了 你太卑鄙了 爱情本来就是卑鄙的吗 你满口情 爱的 你到底懂不懂了 简直胡说八道 糟了 又怎么啦 糟了 爹 这跟老爷什么事 小姐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个样子 爹 这件事会不会连累到你 其实我早就知道佳瑶的爹躲在福州的某个庙里 我就是没有派人去抓 如果让上面的老爷们知道了 我就是惹上了知情不报包庇罪怎么办 可是陈珠水的行动已经暴露了 那怎么办 那身为知福 不能知情不报 知贼不抓 那不行 你把陈珠水抓了 他把他铁定没命 那佳瑶怎么办 我的头都大了 陈珠水的事还有几个人知道 你把他铁定没办法 娘 抓到他没有 可恨那个住持不吃 他拦着我不让我杀他 什么 那个不吃也会武功 不但会 而且高得吓人 我这辈子还没有看到过这等高手 那有这个不吃从中做梗 我们要抓他岂不是更难了 儿子 你心里想的跟我是不是一样 娘 你不会想去报官去抓他吧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要亲手杀了他 好 不愧是我马蹄花的儿子 好 郑大娘 宝厨 我家老爷请你们过去 知道了 你先去吧 大娘 大娘 坐下说吧 大人面前我不能坐 我站着就行了 是这样的 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 真不好意思 有劳大人费心了 本府是想问问你们母子现在打算怎么办 包大人 你要是想替我们做主 那就不必了 这件事情我们能解决 自己解决 千万不能鲁莽行事 包大人 你放心 我们绝对不会鲁莽的 我们一定会小心 但是杀父之仇不够带天 我郑宝厨就是舍掉这条性命 要把他的头砍下来 郑宝厨 这不可以 大娘 您劝劝宝厨吧 我妈妈要劝他 江湖上的事江湖了 爆竹这孩子终于有了我马蹄花的气魄了 大娘 您怎么能这么说 大娘 这是人命关天 不是江湖的事 而是官府的事 想我马蹄花出身陆林 丈夫的仇 岂能让官府来解决 是 我现在真想把我山东七十二寨的响马统统叫来 杀进大绝寺 我就不信 不知那个老和尚能够阻挡得了 什么 山东七十二寨的响马 对 对 还有我的哥哥 横行和朔强盗皇帝马蹄条 他们要都来到这福州 我这知府还干不干了 大娘 我一直觉得您是个和爱可亲的长者 您讲话不要这么吓人吗 自从我嫁给了我的丈夫郑百味 我就整整和爱可亲了二十年 可结果怎么样 丈夫惨死 儿子受尽欺凌虐待 我却三餐不济落魄潦倒 这就是和爱可亲的下场 从现在开始 我要恢复我的本色 当我这死 儿子 走 走 爹 怎么办 我看他们现在至少有一个想法跟咱们一样 什么想法 绝对会保住陈珠水的秘密 不会让官府知道 师傅 我听说马蹄花昨天打进大爵寺 想不到这姓陈的和姓郑的两个屋里返了 我当初的设计就是一箭双雕 我要让他们自己火并起来 师傅 您可真是神机妙算 现在陈珠水的菜我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挡在我面前的石头 我也把它拿开了 现在没有人再可以威胁我金刀玉蜂的地位了 师傅 现在的陈珠水已经没有价值可利用了 不如叫官府把它抓起来 现在还用不着着急 这徒儿都不明白了 夜长梦多 我告诉你 这个陈珠水 现在天下第一名厨的名声已经上达天厅 如果皇上和皇太后知道他被捕了 万一心一软给他来个特赦什么的 那不是坏了我们的计划 反而弄巧成拙了 师傅 您想的可真周到 徒儿万万不及 马蹄花和郑宝珠这两个人个性冲动 而且中了我的圈套 他们非要杀陈珠水来报仇不可 所以杀陈珠水的事情用得着我这么操心吗 对 到时候他们杀了陈珠水 他们母子俩就是杀人凶手 这可就是圆满大结局了 陈珠水 快快快快 说 陈珠水在哪里 说 他昨天被师傅叫去煮水了 煮水 陈珠水 哪跑 老和尚 你不要以为把他留在这里 我就不敢动他 阿弥陀佛 施主为何苦苦相逼 他是杀人凶手 你干嘛怎么包庇他 不思善 不思恶 自在无碍 放你那狗臭屁 少说风俩话 骂难追 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爹 原来你是山东七十二寨总瓢霸子的女儿 知道我的来历 就不要挡我的路 好 表公 你看看 你给我们打卷寺带来了多大麻烦 多大的麻烦 各位师兄 真的对不起 我不知道正把我的老婆怎么厉害 别说了 告诉你 我要是住持的话 我就非得杀了你 杀了你 杀了你 我怎么这么没有用啊 仇人就在我的面前 我却不能报仇 我怎么没用 老天 我怎么 怎么没有用啊 我为什么这么没有用啊 我为什么这么没有用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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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不吃住持 你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快在这里不起来 兄婆娘 你跪死吧 你 廖屋 不等无礼 廖屋 你留在这里 我留在这 我留在这干嘛 看着这位正大娘 她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唯你试温 是 好 我跪下了 奇怪了 娘怎么还不回来 奇怪了 娘怎么还不回来 我 我的职责呢 就是保护暴大人的安全 你们是干什么的 你们要到前厅去干什么 我们是去给老爷上菜的 上菜 你们的菜肥毒吧 你是存心找麻烦吧 你们姓陈的专会害人 我不得不防你们 会害人的是你们正家 不是我们陈家 你还有脸说我们家 怎么了 本来这件事就是因缘你爹高密而成 我告诉你 陈家瑶 你想怎么样了 你好 好啊 你们在炒什么 老爷 你看 这毛主把菜都打翻了 你 让他陪给你好了 我说 这里真的很热闹 这是不是佳瑶师傅又发明了一种新菜 要蹲在地上吃 佳瑶师傅 小爷 报处兄弟 你看他 张大人 您自己慢慢吃吧 我 怎么样 这顿响链代表着我扎湿迷月亮一般纯净的 我扎湿迷月的心和我扎鸡洋行付个敌国的实力 扎大爷 我对你的财产没兴趣 风斩姑娘 你不要那么死心眼 洛华有意流水无情 那个郑宝初早就和那个陈家瑶他们已经发展到了你 什么 那种赤裸裸的关系 赤裸裸 对 哎呀 彩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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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珠 好了 别说了 哭 哭也没用了 我最喜欢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了 上次从木顶上摔下来 躺在床上那几天 我每天都在想 想什么 我觉得你和佳瑶就像牛郎织女一样 可是你们现在的牛郎织女还惨 人家每年还可以开开心心见一次 你们已经确实仇人了 行了 别说了 行吗 不 宝珠 我一定要说 我最讨厌婆婆妈妈的人了 宝珠 就算陈珠水真的杀了你爹 有关佳瑶什么事 怎么办呢 宝珠 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轻松好不好 要是这件事情换作是你 你会怎么办 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当初你一心一意追求佳瑶时的那股热情 我 是吧 我是热错了锅子 不 我是热错了碗 而且做坏了一道佳瑶 我真后悔 我要是当初热的是你就好了 宝珠 我 不行了 什么不行 其实你心里爱的是佳瑶 你该听听你心里的话吗 现在都这样了 还猜什么爱不爱的 你们两个每天都在一个屋檐下工作 每天都要见面 这不是很尴尬吗 那我们不见面不就行了吗 可是你们把上一代的恩怨硬是要延续到下一代 只会一错再错的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佳瑶 我也相信你爹是冤枉的 但是这必须要有贵人的帮助或者是时间的证明 在这之前你和宝珠的关系千万别弄僵了 不然将来就回不了头了 回不了头就回不了头 谁稀罕他 别嘴硬 你的心思我比谁都清楚 凤展 你真的是太善良了 我很感谢你 可是 我和宝珠已是不可能的了 别把话说得这么绝吗 凤展 好 其实你的心思我也很清楚 宝珠是个大男孩 经常会做一些傻事 所以宝珠以后就交给你了 我 不吃主持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会在这里永远不起来 郑大嫂 不吃 大嫂 你这是 郑大嫂 小弟对你真是佩服的五体头地 为了给百味兄报仇 你可真是煞费苦心 草达 这下子 你可有的幸灾乐祸了 大嫂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跟你说 这个陈珠水是个坏人奸人 他不是好人 上一次我想还百味兄一个公道把他抓住 可你却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放跑了 怎么样 你现在知道错了吧 谁 谁救他了 你就别以为我不知道了 大嫂 你别来 郑大嫂 长言说得好 知人知面不知心 你看看那个陈珠水 他长了一副憨厚的样子 可他才是大坏人大奸人一个 你看 他们都说我是坏人 可是我跟你说 大嫂 我真的是大大的好人 这都是他们对我的误会 我也没有办法 草达 你当真要为我先赴报仇吗 大嫂 我实话跟你说 我跟百味兄是十年的患难之交 我们的交情非必一半 所以说 百味兄的死 对于我来说 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那在京城 你干嘛对我们母子苦苦相逼 大嫂 这就是你对我另外一个误会了 你知道 我的脾气有点灵 可是我一事归一事 什么事分得清清楚楚 你的儿子是什么货色 他在大街上招摇撞骗 赌输了还赖账 对于这种事我能客气吗 再说 就凭我和百味兄的交情 对于这个不孝之子的教育责任 我不是责无旁贷吗 大嫂 你说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那这么说起来我一直都误会你了 对于我的误会根本就不重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想办法对付那个杀千刀的陈竹水 不吃那个老屠驴 他是一心为虎那个杀人犯 曹达 你能不能和我一起联手去对付那个不吃 我 大嫂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在阅兵楼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等着我去办 这样吧 这件事情咱们再做商议 好吗 我先告辞了 什么患难兄弟 根本是个大臭屁 不吃 主持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跪在这步骑来了 不吃 主持 你要是不出来 我就跪在这永远不起来了 不吃 主持 想让我帮忙 你出来 想的太美了 不吃 和尚 你要是不出来 娘 你怎么跪在这里 别扔扔 这是苦肉计 苦肉计 苦肉计 你打不过人家 你就别说 什么苦肉计 你这个兔崽子 你说什么 老娘在这里跪了一夜 你都舒服 长在场上睡了一夜 我舒服什么 我跟陈佳瑶吵了一宿 好 吵得好 有出息 男子汉 没有为了美色 忘了自己的血海深仇 当然了 我郑宝厨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怎么会为了儿女私情 而把正事搁在一边 好 加油 大娘 你这是干嘛 少来这一套 我不吃 对 不吃 不是四里这个不吃 我们是不吃软也不吃硬 大娘 我爹他真的不是杀人凶手 你相信我 罪重怯凿 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爹他是冤枉的 他绝对不可能杀人 要不然 要不然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证明给你看 如果 如果你们不愿意等 那 那你们就杀了我好了 杀了你有什么用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拿我命去抵我爹命好了 没怎么回事 谁啊 大娘 我求求你了 走开 你没听见吗 走 是啊 我娘都让你走了 你走吧 好 我走 加油 加油 你疯了你 这孩子 你们要杀我爹 我回去干什么 加油 你是个好姑娘 可你爹是个大坏蛋 你为他这么做不值 是啊 大娘 我爹是被冤枉的 他不是坏人 我求求你 你放了他吧 加油 我求你了 加油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加油 你 来 来一下 你干什么 你 我是说 咱们在这僵下去也不是办法 再僵下去就成石雕了 你说 你有什么好办法 不是 我是在想 就算那个不吃老和尚 还阻拦我们 难道就没有办法逼出沉出水了吗 你是想马出身 不会连这种引蛇出动的办法都想不出来吧 想想 有了 来 来 使劲 走 走 走 找火了 师傅 找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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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找火了 师傅 找火了 快走 来 往上扔扔扔 使劲 好 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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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跑 看 我看他 看 看 看 出来了吧 出来了 出来了 快跑 快跑 出来 出来 出来吧 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好快 师傅 大家不要慌张 这是响马烟雾药包的伎俩 把四门关上 快回来 快快快 跪这门 快点 快快 师傅 你想去送死对不对 大师 承蒙大师这些日子对我的关照 点点滴滴 弟子铭记在心 永世不忘 可是 我确实是个祸根 不但官府追击 就是仇家也不肯放过我 如果我在寺内再待下去 肯定会给寺内带来灾难 廖空 你与佛有缘为师 岂能不救你 可是师傅 我 不必再说了 你那壶水还没煮好 你给我待在这里 慢慢的煮 煮好了为止 是 是 师傅 爹 爹 糟糕 越来越糟糕了 又怎么了 听说郑大娘在大局寺外面等了一天一夜了 法事非煞沉住水不渴 现在就连佳瑶都在大局寺了 她去干什么 当然是救父亲切 难道还会没事待在府里 爹 陈姑娘 你怎么跪在这儿 加油 宝初 跟郑大娘呢 我们在这儿 包大人 你们这事也做得太过分了 包大人 我们也是出于无奈 沉住水像个缩头乌龟 他就是不肯出来 郑大娘 请你嘴巴放干净点 好了 都听我说 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等大家心平气和之后 再面对面的好好商量 包大人 你说沙夫不仇人在里面 你让我怎么心平气和 郑宝初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命令官府进入此事 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上宫堂上说话 不 都跟我回去 走 走 娘 走 走 走 回 走吧 哥 又才饶不了他 走 回去再说 就是 师父 我看这个鲍鱼是有意报辟朝廷种犯 这个老小子终于有把柄落在我的手里 不过他这么一介入不是破坏了您的计划了吗 这个鲍鱼能有什么作为 他是个老糊涂蛋 我告诉你 我还有更多的计划在后面 加油宝初 来 你们两个坐下 对 坐下来 坐下来 坐呀 你们两个坐在一起吗 爹有话要对你们说 我坐这儿听得见 我也听得见 你们两个 跟你们说实话 为了你们两个的事 我已经冒了丢官的危险 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早就知道 陈珠水躲在福州某个寺庙里 我是没有认真的派人去抓 你这么做是为了他佳肴 为了你的口腹之欲 对 关我们什么事 可是现在你们母子两个整天骚扰大绝寺 还扬言要杀人 还要放火烧房子 你说话凭点凉的心好不好 我亲眼看见吧 我是朝廷的命官 岂能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去持谢寻仇 按理说 我就该把你们母子两个送进大牢 对 对 你为什么不送 明明就是李亏 我说陈姑娘佳肴 别以为你烧的一手好菜 知府大人就疼爱你 怎么样 总比你活了一辈子 连一道菜都不会烧的老女人要好 好家伙 你敢嘲笑我 我告诉你 就凭老娘我倾国倾城的模样 我足以把这个骚老头给迷得深魂变倒的 什么 没有 你要打我老娘的主意 没有 这回事 我告诉你 客官 就您一位 里边请 您请 你 报仇 一个人喝酒呢 你又想干什么 报仇 你难道 就不想报仇吗 众人说是色情也 是子总失败在前后 赤边大江南北 赤金海卫山镇 赤住人生无头遮离 坏家江湖会缺别 口角冷暖时间轻 风不潜在岛海峡 万人难抵口忠证 你早已实现真假 一大一望功力尽限 酒中自由大量 盘中自由算计 身杰困境何须惊慌 是也色也心也罢 花单偏卑美味香 是也色也心也罢 家要好酒与人伴 是也色情也罢 是也色情也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